老师不太理解 赞美神向神祷告也是神学 大家学了吧 什么叫做神学 这个应该讲了 从词源上来讲 做神学 神学本身不是名词 从初代教会开始 教父们一直都是做神学 所以承认神为神 告白神为神 尊统祂为神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礼拜 什么叫做礼拜 礼拜是照着神该承受的 这个分量尊重去尊重祂 该归给祂的荣耀归给祂 这就是礼拜嘛 我心里面应知认识神 知道祂的分量和价值 所以我就带着这样的态度去 因为知道祂是主 所以我照着仆人 该敬畏地敬畏祂 因为知道祂是我的父 所以照着祂该受的尊敬 去尊敬祂 以赛亚书里面上帝说 你们既称呼我为主 但是敬我我的人在哪里 你们既称呼我为父 但是尊敬我的人在哪里 这个驴都认识主人的草 牛都认识主人的棚 你们敬不 李斯列竟不认识我 对不对 其实做神学就是认识神了以后 我们就伴随着相应的态度 去敬畏祂 去尊崇祂 所以敬拜是基于我们的信心和认识 没有一个人麻木敬拜自己不认识的神 那就迷信 对不对 所以一旦我们认识祂 我们就敬拜祂 所以敬拜可以是做神学 包含在做神学里面 没有一个不理拜的神学 所以我们误解是神学是头脑 哲学 这个知识 这个只是思维的层面 但是做神学本身已经定义了 这是包含着礼拜 侍奉为神 一旦认识神 伴随着就顺从 伴随着就遵从 敬拜 认证祂 照着祂 我们对祂的认识去承认祂 所以敬拜是赞美是 包含在做神学里面